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天天圈媳妇美国生活节目 今天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聊聊 如何与别人交流,让别人喜欢你 见到你,就感觉舒服,就容易接近你 这里面是有艺术的,是讲究方法的 下面我就将自己的经历,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东西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起分享 首先跟大家分享,我们跟邻居要有预约了 下个星期我们又一起聚餐了 两位女士都是老师,她们退休也将近十几年了 所以呢,我们彼此就是说有相似的东西吧 相似的地方吧 所以呢,就能够在一起感觉舒服 为什么呢?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你接触的人,如果是受过教育的 见过大市面的,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的那些人呢 你就会感觉舒服 为什么舒服呢? 比如说,见面以后,她肯定很会有礼貌的跟你打招呼 比如说,见到面 肯定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然后你怎么回应呢?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通常呢,有礼貌的见面都是这样打招呼在美国 然后呢,你像我们每个月大概就聚餐一次吧 大家呢,就彼此的很讲礼貌 从哪方面体现出来呢? 穿着打扮 OK,我先生呢,就穿得体面一点 也不要那么太讲究正装 但是都要体面 我们女士呢,也就讲究穿着呢 就肯定也一样 但是呢,戴的东西 我们就 反正就是女士嘛,就喜欢一些漂亮的东西 但是呢,你不要太熟 就是说要得体 比如说通常呢,就是说 戴耳环呢 你通常就说不要戴项链 戴项链就不戴耳环 通常是这样的 但是呢,在美国呢,他们有一种习惯 他无所谓了,他不讲究这样的 嗯,就是说 就是说打扮得体 这个印象很重要 彼此啊 是一种尊重吧 所以说呢 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你的语言表达 你的肢体语言 啊,你的服饰 等等 你就会给人家一种好的印象 啊,有 起码有教养 啊,有一些文化修养素质吧 对吧 然后呢 在聊天的过程中 整个聚餐的过程中呢 啊,有时候我 我会是这样跟别人交流 刚开始打开话题 我说 哦,today you look nice 就说今天你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从女,同女士交流 ok 然后你就拉进那个关系啦 就很放松啦 谁不喜欢听好听的 对吧 啊,相反 你就说 哦呦,今天我不喜欢你穿这个衣服 我不喜欢你这个耳环 那就不对了 切记这样的话语开场 每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但是呢 你表达的场合 啊,你说的话语要适合 啊,不要太夸张 要自然 啊,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这个很重要 它就体现出你一个人的素质 对吧 嗯,比如说 我看见我们隔壁家 今天他 啊,他戴那个项链 嗯,非常的好看 我说 我,I say 啊,I like to 啊,你就说 你说好看 然后你说你也喜欢 那他就更开心啦 对吧 这也就是其中一个说话的艺术 另外 在交谈的过程中 要学会倾听别人说 不要你老是说 那就 令人 愿烦你 觉得你没有礼貌 对吧 啊,你就听别人什么说 嗯,你有事吗 是吗 哦,我很喜欢 嗯,你就这样跟到别人说 啊,到有机会啦 你才顺到别人的话去说 那就很自压 很舒服 这个例子呢 就讲到这里啦 因为我们下星期要跟隔壁家去聚餐 所以就啊 用这个实力啦 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种 见解吧 自己啊,如何去跟别人交流吧 啊,如何给别人 对你有什么印象 然后他喜欢你 他就回头 就回头来再约你 啊,就这么在你的生活空间里 你就有多一些丰富多彩的生活 对吧 啊,比如说 你像隔壁家约 你去吃饭啊 去哪里玩啊 啊,你就感觉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里面呢 就是说有人在关注你 啊,有你的存在 你有一种安全感 有一种快乐感 对吧 否则 你生活在这里 谁都不感觉到你的存在 啊,也没人理你 啊,就是有一天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不知道找谁 对吧 所以你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怎么舒服 对吧 就很简单 所以说就是要做人做事 自己要认真去 啊,研究 怎么去给别人喜欢你 啊,提高自己的素质 装作打扮 烟壇举止等等 啊,那别人才喜欢你 对吧 这些都需要学习的 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 到哪里都需要学习 你才能够自信 你才开心 别人才喜欢你 这个环境 他才接纳你 对吧 学好礼仪 有的人为什么他机会那么好 他那么受欢迎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欢迎大家留言点评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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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